一审宣判的结果在今天出来了 那么当然不同的家庭 不同的家属们 他们的反应真的是两样情 而究竟洪仲秋 他生前最后128小时 到底是发生什么事 他是怎么被迫踏上这条 禁闭死亡之路的呢 透过下面的这则报道 我们带您回顾 铁丝网密布 老旧围墙上 像是网柱层层黑幕 这里是269旅 禁闭式操练场 也是洪仲秋死前 耗尽最后一分戾气的地方 他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的生命会在这里划下句点 洪仲秋因为在回音时 违规攜带照相手机 因此在6月28号上午约10点 被送到了禁闭室 直到7月3号下午6点钟 身体不适送急诊 共6天时间128小时 洪仲秋却已经被折磨得身心俱疲 禁闭室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铁窗里小小的空间 四周围着蓝色厚泡棉 怕禁闭声被操坏了 想不开自残 木板上只铺上简单的绿色垫子 房间长度175公分 让身高172体重98公斤 又有优弊恐惧症的洪正秋 躺在这里怎么能好好睡觉 重点是没有对外的窗户 空气非常闷热 死亡时它发烧到44度的体温 就是这样一点一滴 饱受煎熬的累积 没有 它说是紧张 讲话特别大事 它不是对那个管理师 不是这样讲 模拟一下那个口气 我他在那边就对了 我不会拿自己身边夸玩笑 不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 确定不过每天如地狱般的操练 洪仲秋不止白天要被操课 晚上还要再毁过市里 写忏悔书 字字写累以及诉说委屈 却不被理会 正当洪仲秋身心受到极大压力时 7月1号范左线还到禁闭室 去探视他 就这么巧 当天原本负责操课的 是介护市长肖志明 就在这时临时改了班表 由陈奕勋 李念祖等三名介护市 进行魔鬼操练 早上的时候 待课模式都好像是那种操 操在操录 挖的那种感觉 达挖人的方法来施展在我们身上 后来每个体能活动就耗 耗体能量很高 后来我们都会做完香 体能都会很累很疲惫 你知道吗 一直到7月3号死亡当天 洪仲秋在已经被狂操好几天后 曾一度发出求救讯号 但上午负责操练的 介护市陈奕勋不为所动 从上午6点34分至7点44分 长达70分钟的沉肩活动期间继续操练 深蹲跳跃53次 弹跳伸展47次 反兵操4分钟 弗力挺身78次 仰卧抬腿39次 脚护蹲跳43次 开合跳197次 还有加强型的弗地挺身 也就是双手暗沉心形 双腿在板蹲操作48次 在加强型的弗力挺身时 洪仲秋已经体力不支 上半身趴至底面 腿力因为再也无法复合 双膝毁地 再度向陈一勋反映 身体很不舒服 需要补充水分 陈一勋却完全漠视 洪仲秋身体状况 已经并别的极限 甚至还用言语反击 我这过程都很想喝水 但是自从洪仲秋被拒绝那一次之后 我们就不敢再开口了 然后就被记住就说 刚刚上课减性被喝过了 你现在又要喝你刷我 才过不到五分钟你刷我 还这样讲 他还知道 他就算不做完 还是要被硬做完 那就是我还坚持他做完 就是看了都很辛苦 因为他已经被重摔在地上了 还是7月爬起来 到了7月3号下午 借护士换成了理念组 洪仲秋依然继续被要求 六大项的体能训练 甚至还跑了三公尺的操场40圈 最后洪仲秋连仰卧起坐 都已经无法顺利做完 林彦祖还用脚踩着洪仲秋的脚踝 让他做完 时间一直来到了5点半 洪仲秋看得出来身体相当不适 做最后的缓和动作时 整个人已经明显摇晃 最后还要撑着同袍的身体 不然连站都站不稳 高温33度下被操练 洪仲秋努力想撑过这一关 终究他气力耗尽 意志力也崩溃了 拖着疲惫的身躯 突然一阵晕眩 他再也承受不住 洪仲秋喝完水 走进浴室再出来 随后趁着身躯 站在安全士官桌旁 举手表示自己很不舒服 然后他重重地摔在地上 整个人身体战斗 情绪崩溃 然后他倒在地上 然后他倒在地上 然后呢 然后就没有人对他 就是做急救的动作 就感觉上是被放任在那边 没有人去换场 放任他倒在地上抽搐 然后完全没有人救他 他就一直骂 是一直在 一直在呻吟那种 还是很生气的那种 他也没呻吟 他就那种有一点生气 那一点害怕吧 害怕再也见不到 亲爱的爸妈姐姐 洪仲秋又最后一口气 表达满墙愤怒 才被送上救护车急救 一个打篮球的壮硕体格 被操到多重器官衰竭 明明只剩三天就退伍 洪仲秋却在禁闭室里 走完人生最后一段路